非常高兴能够再次有机会在咱们FIT大会议室来做讲座 其实15年前2002年 我们这个一来云操作系统的第一版的发布 是在清华主楼后厅 然后我们当时成立了清华操作系统与中间舰实验室 就在FIT的三楼 当时两间房子 然后呢做了大概不到两年吧 然后我们到了上海 所以今天呢PowerPoint的主题呢是讲什么是smart web 那么先给大家看几个PowerPoint 这个PowerPoint是我15年前做的 这个PowerPoint也是我15年前做的 然后这个PowerPoint也是我15年前做的 所以今天呢借这个场地 我们把15年前的这个梦想来讲一讲 什么是smart web 就这件事呢我再稍微讲几个历史 1984年1月4号 34年前的今天 我离开中关村去了美国 当时呢美国发生了三件事情 一个呢那年Uppernet改名叫Internet 第二呢那年Unix研发成熟 开放给高校 第三那年产生了一个语言叫C++ 然后呢有smartek80 面向对象变成 所以当时1984年那个年 大家知道有本小说叫1984年 1984年其实对计算机来讲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年 那么 Internet这个事情呢当时因为Uppernet是美国军方赞助的科研项目 所以呢就有一个讨论就是说这个Uppernet是不是应该像NASA 是应该有一个国家这个网络局来控制 但是呢这个互联网的这个founding fathers 这些创始人们决定这个互联网应该用包交换 然后这个不应该有任何的机构来任何的国家来控制 所以呢这也导致了今天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因为没有人控制 所以大家来这个谁都可以接入 那么今天再讲呢到这个1992年到95年那段时间 有一个新的概念叫Web 就基于互联网产生了Web 就是万维网 万维网当然创业公司是Nescape 我呢也非常有信 在这个1987年的时候在伊丁大学 当时用五个超级计算机 用卫星项链 这个组织一个网 然后当时因为巨型机 所以要用这个workstation和PC和这个巨型机连上 要做这个PC版的TC PIP 然后要做这个visualization 就是这个把科学计算要上网 三年以后 这个项目变成了全世界的万维网 那么这个事情跟我其实没什么关系 但是早期组网的时候我在 那么早期写visualization也在 当时我们研发叫Hypercard 苹果的Macintosh上有Hypercard 后来呢Hypercard变成了Hyperlink 那当然这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我有幸92年去微软 然后去微软的IE组 第10号员工开发I2X 所以Web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刻骨铭心的过程 那Web呢 大家都知道对我们今天的影响非常之大 有了雅虎 有了Google 有了像亚马逊 可实际上Web今天的问题也很明显 就是像DDoS攻击 中间人攻击 去年12月由于家庭摄像头太多了 然后被这个黑客鞋吃 把美国攻探了半个美国 然后一个月以后把德国基本攻探了 就是今天的这个互联网实际上是不堪一击的 这个随便谁都可以写个病毒 然后可以把 比如控制足够量的这个IoT设备 就可以把一个国家给攻探 那么 所以这个时候又回到 今天我们的这个网是什么 在这回顾一下 我们互联网其实就是 外文网就是一点个URL 这个数据就到了 你的电脑上你就看得见 或者我们今天有了社交网络 你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把照片把链接就这么传出去了 那么用计算机 因为毕竟今天在清华大学 我们稍微讲点计算机 就是也稍微简单的 就是这个硬盘上天下大师就是两个 数据和程序 那么URL呢 就是把这个数据下载到硬盘上了 程序呢是事先安装的 这个安装呢 一会儿我还稍微再讲一讲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传程序啊 如果程序一点也能安装 现在谷歌在讲这个叫Instant App 或者也有人讲这个叫周边计算 就是要程序迅速拉下来 那么迅速拉下来的最大的问题就是病毒 因为我们今天能把软件通过email传 通过微信传 这都不是问题 但是呢你传下来以后你不敢跑 因为在传统操作系统一跑就有病毒 这就惹出来在互联网上要做操作系统的故事了 所以呢我们讲Smart Web Smart Web就是这个Web能跑程序 就像Smart Phone就是被电话能跑应用 那再胡扯几句 就是这个区块链这个行业呢 滥用了一个词 区块链这个行业滥用了一个词 叫图灵增加 这个所以其实我本来不想讲这句话 因为咱们也还是这个清华大学 而且呢也稍微这个以正视听 就是这个图灵 图灵其实讲三件事 内存无穷大 速度无穷快 永远不出错 其实这三件事在现实中都是不存在的 你想哪家计算机的内存是无穷大呢 哪家计算机的速度是无穷快呢 哪家计算机是不出错呢 所以图灵计算机其实在现实中空中不存在 图灵机是一个理论模型 是一个我们做可计算性理论 这个在理论研究的时候 比如说它的算法复杂性 这个停机原理 停机是否可证明 像这些事情就要用图灵机的模型来证明 它是一个理论模型 这个因为有了图灵机 所以我们的计算机才叫Computer Science 而不叫Computer Engineering 那这话当然又讲的稍微远点 冯诺一曼讲的是什么呢 冯诺一曼是1946年 第一架美国通用计算机诞生的时候 他是写总结报告那个人 当然这人都是牛人嘛 那么他写的报告呢 基本就是说我们如果 怎么样能够让内存尽量大点 然后速度尽量快点 所以他就提出了这个体系架构 冯诺一曼体系架构 在这儿呢 黄的这个部分 CPU里边有寄存器 那么希望这个速度 跟寄存器的这个存取速度一样快 那么希望存储跟这个磁骨磁盘一样大 所以它都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平衡 那么这时候就出来冯诺一曼机 冯诺一曼机就是计算机了 那么这个题目还有一个叫计算机 其实冯诺一曼机也不是计算机 因为我们随便今天拿一个手机 起码40颗CPU在里边 这40颗CPU都是冯诺一曼机 但是我们对老百姓来讲 手机就是一台计算机 所以虽然由40颗冯诺一曼机组成 但是它是一台计算机 这三个概念 不论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就是咱们在清华大学 今天我们要在这儿讲一下 就是说 如果认为你是图灵等价可编程了 你就是冯诺一曼机 这是错的 如果你说你是冯诺一曼机 你就是计算机了 你能跑应用了 这也是错的 其实都不尽然 那么我们今天不去 一会儿再给大家提个结论 区块链是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计算机呢 稍微给大家再扫扫吧 这个指纹识别 指纹识别的这地儿 我专门标准 这个地方是个计算机 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小计算机了 这个小计算机的芯片 存在ARM的CPU里边 ARM的CPU封装的时候里边 有一个小小电路 那个小小电路 自己是一个非常弱的计算机 独立的机器 这个计算机干嘛呢 这个计算机放我们的指纹 放我们的瞳孔 放我们的主计算机启动的时候的 一行一行验证过来 就是加载什么模块 加载验证 所谓安全中心 这个计算机 我们的指纹是不存在电脑上的 我们不存 指纹是不存在这个电脑上的 因为怕这个病毒 染了这个电脑以后 把我们的这个隐私信息偷走 所以指纹是存在这个TrustZone里边的 那这个时候回顾回来 就是说我们其实呢 区块链起到了互联网 TrustZone的这个作用 也基于这个理解 那么韩老师跟我呀 包括当时有个叫徐刚的同事 那大家就有一个共识 觉得这个定位 对区块链的定位 导致了我们能够做这轮的创业 那么另外再说一下 就是微信 微信其实呢 是一个操作系统 比如说现在有轻应用 轻应用跑在客户端 也有标定的浏览器 跑在客户端 那么它的微服务 它的网站 也在微信的平台上 我们可以连到这个微信的微服务 可以买火车票 可以这个 看到这个一些新闻 看到一些这个视频 是吧 那么 所以从种种角度讲 现在微信 已经是一个广义的 这个万维网 然后微信本身 已经是一个操作系统 因为它能跑程序 但是微信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也很明显 比如你放一个 阿里巴巴的这个 网址在里边 它就 它就不 不 不跑了 是吧 就就就不 不做了 所以它肯定有 它的这个 就是 Fence the Garden 就是它把它自己的 拦了块地 不带阿里巴巴玩 第二个问题 就是它的微信 不能跑这个 大规模的游戏 不能写办公软件 不能写ERP 它的这个计算能力 非常受限 那么我们怎么样 再把微信的 这两个缺点克服 那么能够达到一个 去中心化的 互联网的这个目标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讲讲这个 因为很多人在区块链 就讲 You own your own data 对吧 就是你拥有个人的数据 什么是计算机呢 大家用电脑的话 就知道A盘 B盘 C盘 26个盘 那么如果我们用一个 字符串来代表盘幅 可以很容易想象这个 计算机可以有非常多的硬盘 然后计算机呢 当年 比如说能有 我上去到美国读书的时候 一个计算机 一个主机 mainframe 大概能装 二三百个这个学生 同时上机 那当年 1984年就能有 300同学同事上机了 那个时候的计算机 比现在的速度 大概慢一万倍 那其实今天能不能有 30万的人同事上机 是吧 那么你想 三十二人能同事上机 能不能三亿人同事上机 这就是一个工程的 有限数量的问题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有个计算机 能够上五亿人 比如说微信这个计算机 能有五亿人同时在线 然后呢 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存储 那其实微信 就是一个计算机了 那么微信是个计算机 其实你像阿里巴巴 也是个计算机 百度也是个计算机 我们今天所有 几乎所有这个手机应用 其实都是一种计算机 那这时候再扯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做 这样的操作系统 就是当年1984年的计算机 都是物理的计算机 都是硬件计算机 现在今天呢 已经很容易理解了 就是在一个计算机上 能跑到虚拟机 然后呢 当年的这个终端 都叫Dummy Terminal 当年的这个外设 都是Dummy的Peripherals 那么既然都是Dummy Dummy就是没有CPU 因为那时候CPU太贵了 现在呢 所有的终端 所有的外设都有CPU 那么这个时候 怎么来理解 这个Smart Terminals Smart Peripherals 一个简单的结论 就是因为当年的外设 没有CPU 所以就有了驱动的概念 那么今年外设有了CPU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驱动给干掉 如果驱动干掉 有什么好处 驱动一干掉的话 这个内核就不会被 第三方来染指 那么内核就能够写死 能够有足够的测试 能够做到 这个更难被病毒攻击 像这个终端 原来终端是Dummy的 那现在是有这个智能的了 就像我们当年1987年 做这个 用五个超级转机组网 然后做这个远程的visualization 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有移动中断了 就是手机跟这个主机是分开的 所以就有了云计算 有云计算在亚马逊 但是我们的中断拿在这个手上 是吧 那这些模型就开始成立了 那再说一个结论 这时候我们还需要Demon 就是调动服务的时候 需要Demon 如果没有Demon的话 其实今天的病毒 估计一下 99%是来自于Demon 由于操作系统有这个后台守护程序 所以就有病毒 那么如果我们没有驱动 没有Demon 其实病毒是非常难写的 这个网络也非常 操作系统也非常难攻击 当然第三条 就是这个时候 我们是不是还有必要有TCPIP 那么如果 我们做服务的时候 不让服务上网 不让这个应用上网 那么这个时候 发起网络攻击就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你说百分百不可能 有人跟我讲 以色列军方做什么项目 就是说这个手机上写了一个应用 因为它不能上网 这个屏幕闪 然后呢这边做一个灯泡 这灯泡呢接收了一个闪光 结果肉眼看不出来 它把消息从手机直接传上了灯泡传出去了 像这种呢我们不去讨论这么极端的问题 我们一般讨论的话 如果这个应用不上网 其实这个隐私很难泄露 这个病毒很难攻击了 这三条现在的技术都非常成熟啊 都是可以做到的 那么 由此呢 什么东西做不到 就是当时我在一二年的时候 也得到了这个像富士康公司的投资 就想做一个工业物联网 这工业物联网 比如说在高铁上 在国家电网上 那么这个时候刚才讲没有病毒 没有 没有驱动 没有这个DEMON 没有TCVIP 其实这个时候一个国家电网就会安全的多啊 但是呢 这时候国家电网的放号 这个时候的这个管理 都还是中心化的 那么有了区块链以后 就能让这么一个网呢 做到去中心 比如我们一个智能家庭 你很难想象一个智能家庭 比如说装了亚马逊的音箱 装了三星的电视 装了夏土的电饭包 装了海尔的这个冰箱 是吧 那么这些厂家有没有可能都是苹果的 或者有没有可能都是三星的 是吧 就算是你的安全 你的这个你家庭的隐私 似乎被人控制 那我们怎么样做一个智能家居 是去中心的 那么然后呢 各个厂家都能把他们的最好的设备 放到家里 而互相能够操作 然后没有担心这个互相切 切取隐私的这种 步履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求呢 我们的这个 就像讲违信 要从手机上 一直控制到你的这个网站 然后呢 把TCTIP藏起来 这个做成一个 端到端的安全解决方案 这样的话呢 互联网就安全了 那这时候我们再讲几个 基本的概念 就是说区块链是什么 区块链呢 是一台计算机 区块链有6000个节点也好 8000个节点也好 像这个比特币 还是以太坊 这些节点呢 共同互相 这个通过一个共识 然后做了 记了一个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计算机 它能干什么呢 它能记账 它还能干什么呢 它其实就干不了什么了 然后以太坊把它变成可编程 可编程不等价于可以写DAPP 那么有了这个基本假设 就是这个6000个计算机 虽然效率非常的低下 因为谁都互相防着 然后呢 6000个人互相提防着 那么这个时候呢 6000个人的效率还不如一个人效率高 但是它达到了一个目标 就这个目标是在没有一个中心化节点控制之下 大家能达到共识 然后能让一个账能够这个 能够做一个像比特币这样的应用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做一个像互联网 就有了基础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给出一个图来 这张图 那么也就引出我们今天下半场的主题 就这个时候呢 首先92年的时候 有一家公司叫SanMacro 它讲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 那么到今天25年 现在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的技术 刚才讲到全部是成熟的 就是中间的这个蓝色的这个淡蓝色的这个条 就是这个网络计算机 这个技术基本上成熟了 上面跑的都是虚拟机 然后呢 这个计算机呢 不由任何机构控制 我们一来云做代码 百分之百是开源的 然后呢 像比特币代码全部是开源的 但是呢 大家偷不了里边的钱 那么这个P2P的代码 如果全开了 大家呢 比如家里装个摄像头 家里 你个人能够看到 这个家里的这个视频 但是呢 别人窃取不了 这件事就有了保障 底层的那个区块链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公链 所以我们跟这个比特大陆在合作 就希望它能够是这个新互联网的安全的根 那么上面也有一个区块链 不要以为上面的画小就不重要 因为上面代表什么呢 每一个圆圈代表一个网站 或者代表一个应用 那上面那个小小的那个区块链呢 它代表的是可以有好多个网站 是由共识来达成的 就是今天的网站 全都是由单个公司控制的 未来的网站 可以由共识来控制 就是大家更多的有信任 然后不由一个公司来控制的网站 就会产生 这就是我们跟Neo合作 这个智能合约 合作多共识的一个基础 然后上层的那些圆圈 和这个 刚才讲的这种 多共识的网站 它都是可以按虚 就是用虚拟机嘛 按虚启动 按虚消灭 这就叫弹性计算 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个操作系统的名字叫 Elastos 就是一个弹性操作系统的意思了 那当然我们最后一句就是说 这个做这些说了这么多是干嘛 说了这么多呢 就是为了要让这个端到端 个人对个人 要能够卖电子产品 要能卖游戏 要能卖电影 要能卖书 那么大家不要以为 这个能卖电子书 这件事不重要 首先是点对点卖电子书 这件事在今天的互联网是不可能 我们要把这事作为可能 因为不可能的事 变成一个可能事 就已经划时代了 第二 中国的改革开放 是从傻子瓜子开始的 能做私营经济 就是一个伟大伟大的贡献 我讲错了 就到这 我们下转换了 我们下转换了